嗨,我是齊羽果巴的牙医游 今天要讲了过这只老鼠的牙医 上街上就有一个老鼠 它开了一个牙科整树 它的艺术非常高超 许多动物都来找它看牙 它不让欺负它的动物寄来 结果有一天会为人 它问老鼠可不可以去去 它就说不行 你看看下面的招牌 然后呢 它就说不行了 然后呢它就哭起来了 它就一直哭一直哭 结果呢 老鼠还是打开着门给它去去 它拔牙的时候 它不敢拔牙 结果呢 老鼠给它玩一个东西 它就睡 它就睡着了 然后老鼠就开始拔牙了 它拿着拔牙的东西 把老鼠拔牙 然后呢 已经拔完了 然后呢 老鼠说 明天你再来一次 我帮你涂晒药 就不会痛了 结果呢 它走了 它就很生气 它又吃我的肉 还有少爷爷爷 然后呢 它来 明天来了 它就说 我帮你涂晒这个药 就不会痛了 然后它开始涂了涂 然后呢 涂起来 它说 你这两天都不会再开月 我还没告诉你 那个是 卡丽 脚水 然后呢 它的嘴巴 就站不起来了 我的故事 讲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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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